好来看到花莲市公所18号的上午举行了社区的联系汇报 门诺医院授丰分院因为承办113年度整合式预防及延缓失能计划 失智友善社区计划 借此机会与魏佳燕市长共同签署 失智友善的天使认同卡 并且也举办了认识失智相关的宣导讲座 花莲市公所18号上午举行社区联系汇报 门诺医院授丰分院因为承办113年度 整合式预防及延缓失能计划 失智友善社区计划 因此特别和市长魏佳燕共同签署了失智友善天使认同卡 并举办认识失智相关宣导讲座 希望透过医疗资源结合在地社区发展协会力量 来守护失智患者的安全和健康 那跟门诺医院签署了我们失智友善卡 那主要的就是希望说每一个人 对于失智症的一个了解 那包容跟认同 那也就是说希望说我们签署这样的一个天使卡 那可以推广到我们的一个社区 让大家都能够理解失智症 在花莲县其实是我们全国的失智症的一个冠军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每一个社区去宣导 以及预防 那最后我要特别谢谢门诺医院 那愿意在十三乡镇在花莲市 愿意先找我们所有的社区的理事长跟总干事 一起来开这样的一个研习营 让大家都能够更了解失智症的一个变化 那也愿意签署这样的天使卡 再次的谢谢我们门诺医院的一个辛苦的 所有的护理掌们 谢谢 市长温嘉健希望透过各个社区发展协会的在地力量 结合门诺医院医疗资源 提供失智症患者多元而且必要的服务 他也强调 施工所会和各个社区攜手营造失智友善环境 让社区可以成为长辈安心的生活圈 决理会幻视报导